你这个纸头盖里面得藏多少泥 你多长时间不洗一次脚 你在家有没有洗啊 里面的泥你看 每个里面都有泥 它为什么那么容易藏泥 因为它这个纸盖 它前面一空 它这个泥就容易往里面钻 大的小的都是这样子的 里面藏的都是黑乎乎的泥巴 一空了纸头盖 它就容易进泥 还挺硬的这个大纸头 你再来我们修一下 然后你再泡一下嘛 在家里面也没洗 你那个小的纸头里面也是的 它是为什么一藏泥它就空 你知道吧 空了它就一藏泥 里面都是空了 看多硬 这样一削的话 看在里面的那种 那种坏的东西 发黄的 一闻一下还挺臭的 一闻里面有味道 它这里面就是那种坏的空的 你要是闻的话 实际上里面你揪出来一块儿 闻一下里面都空 就是都 有点味道 臭臭的味道 都熏人的 因为好多的人 它就在这个里面一空的话 都很臭 都会有很大味道 我感觉这样看着比刚才舒服多了 这样最起码的 它能看到里面这个空的 感觉好像要把这个空的都没了一样 这样看着也漂亮一点 这样看着也漂亮一点 在这里面的一边 他们就在这里面有一个小时 就会一样的 有点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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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 有点不错 不错 但是不错 小时 我会提供她们 你会在这个里面 不错 不错 有点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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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